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輝 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对教育服务了非常久 已经有几年了? 二十几年了 从我知道到现在 你看我们一起度过多少的青春岁月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想想还有数学想想 你投入很多的数学想想 是怎么样的一个起源 他在做什么? 大概在20年前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教育有很大的变革 就是比如说从联考改成 有基本学历测验这样 那也希望整个教材可以翻新 所以人本主要是因为 我们创办人石英老师他本身学数学 那他也非常有文学的底子 所以他就希望为孩子创作一套 数学的绘本 那学数学大家都很害怕 但数学又是每个人都要学 其实以我们观点来看 数学因为他比较单纯 二加三就是五 不会有争议性 不用透过辩论表决这样 所以他是比较好的 让孩子可以练习思考 比较简单的东西 把头脑练清楚了 那我们比较复杂的问题 要来商量解决就可以 所以当时想的理念 其实跟现在 就是整个潮流在进步 那整个教育在转变 追求的是一样 但是就从20年前 打算为孩子做一套 好看的数学绘本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做教科书 那个教科书要打到学校市场里 有很多要妥协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放弃 那就要一路走来 所以想想 我们取名叫数学想想 当然就是有别于传统 就是以计算为主的数学学习 那我们要改成思考 用思考来启发我们 我们的脑袋这样 我自己有幸有看到过一点点那个 这个里面应该说教材 可以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会说那运算为主的数学跟 其实数学是很迷人的 小分如果说你说的这个 其实数学在古希腊 它就是哲学的一部分 所有的数学家都是哲学家 那你说的这个用想的或数学里面 带来的这些概念 跟运算 我们在教育上在传达的时候 你们一定有对小朋友也有 也有这样的启发 对不对 你们最常用的这个开场例子会像是什么 开场例子 我举个稍微高年级的例子 比如说我要教背书问题 那那个问题其实你可以说本质都是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会学什么 家里有三个姐姐啊 大姐出嫁之后 三天回家 二姐五天回家 三姐几天回家 什么时候会一起在家碰面 但是 那个作品还有 特别有当那个小故事讲 然后但是我们当初就在想 类似这种周期问题 因为你换成天上的行星周期 什么时候会连线 这也是一种相遇的问题 那倍数可以说就是 本质上是这种问题 但我们把它转成 因为五年级小孩 我们就要讲一点 有点浪漫了 不要什么大姐回家 我们就是有两个太空战舰的舰队的队长 他们其实是恋人 那他们离开太空基地 各自任务是有一段时间 那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基地见面呢 所以同样我们要解决 比如说一个八个月回来一次 一个十二个月回来一次 下次碰面会是什么时候 那这个问题当然很普通 但是我们用心在设计就是让他有脉络 比如大家会觉得他们两年才见面 觉得好可怜喔 太久了 那如果我们直接问小孩 其实很质朴的小孩 因为我们有一些课堂的例子 真的你等小孩发问他们就会说 那让他们比较常回来啊 不能有谁辞职啊 然后就两性平等 不能有谁辞职在家等着这样子 所以两个人都要工作 但各减一个月 那变成一个是七个月回来 一个十一个月回来 听起来很不错 都常回家了 应该可以碰面 但是就会发现七和十一喔 你这样找下去 他们碰面的日子变77个月 这时候有个旌旗 所以我们会讲故事 然后又有脉络 让小孩有旌旗 那他们就会想说 那这两组数字有什么差别 8和12 你找到最小公倍数24 可是7和11竟然 那数字暴涨耶 所以他们就会猜 是不是跟偶数有关系 是不是怎么样 就会想要再往下探究 那就会把因数的概念带出来 我讲这个例子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不会 我觉得我应该要用这种方式 从学变数学 应该就不会那么痛苦 对 其实像刚刚这个例子 马上就跟那个大姐二姐三姐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也是生活的 对 就是让大家感受到说 其实数学就是帮助我们思考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在过去这段时间 人本在这方面 就是像这个数学想想 它是大家其实可以使用的一个辅助的材料 对不对 就是说家长可以 家长或老师 那你们推广的这一段时间 应该说这么多年来 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 你觉得最欣慰的事情 那从最开始就有一批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批家长很 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会演示英雄 然后很愿意买这个与众不同的给小孩看的书 因为大家知道台湾的家长很愿意让小孩补习 可是不太愿意花这个钱买书给小孩 而且他觉得小孩会自己看吗 在20年前这个有一批很忠实的知音 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很欣慰 那一路走来 我们也很努力的把这套材料 用公益的方式送到偏乡 让老师们 因为可能都是心有余力的家长 可以买给小孩看 那我们希望造福比较多的小孩 就是希望把书送到老师手上 那这样也得到一些 就大家的一些小额捐款 或一些小型企业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同时照顾到家长的需求 也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小孩 那有没有很多当初 其实透过这个数学想想 启发的孩子 现在都已经是大人了吧 搞不好变父母的都有了 有 因为我们寒暑假会有一些课程活动 让小孩先来体验数学想想是什么 那时候就会招募学生的义工 就是一起当助教 在课堂也当助教 就大概几年前就开始有 当年的想想小孩就来当义工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哦 原来以前你们是这样陪我们长大的 那 那个他们小时候的模样 跟现在很能干 很能够照顾现场的事情 小孩都让我们觉得 那孩子的成长很不简单 我们也很开心 他的成长过程有数学想想 是 我觉得这个想想 我后来才 因为我是因为认识小芬 所以我就是比较注意到数学想想 后来才留意到说 人本不是只有数学有想想 就是其他的东西也有想想 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就是让这个教育或者说小孩子学习 可以是有一种启发式的 听说现在很多国小的老师都在用数学想想 我这边看到说好像有七八十个国小班级的老师都在用 因为这个不是布定教材 这不是课本是不是 那这个老师们使用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用这一套 然后它可以搭配课本 然后它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有那个进度是可以搭配上的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一套材料它刚刚讲主要是让小孩可以自己看 那它就比课本丰富很多 那课本要学都被我们包括在里面 而且还超过有意思的东西还很多 所以如果是体制外 现在实验学校是可以直接当课本 那学校的老师 比如说他要上到分数几分之一的单元 他要上到乘法表 那他就很可以把数想当参考的材料 那刚刚讲七八十间教室 这我们的愿望是一百间 都不算多 因为以台湾的数量来讲 那老师们在数学教学 其实会碰到瓶颈 大概就是他们心中 常常会放那些学习落后的孩子 像我怎么样换个方法可以让他们学得好 但同时班上又要照顾那些 已经有去安亲补习 学很多算很多的小孩 那我们的材料其实蛮能照顾这两遍 因为去安亲学很多的小孩 他们大概只是会算 就是一些公司或题目做得很好而已 那但是他们很多东西不理解 那比较慢的小孩就是课本的脉络 对他们讲可能太快或语焉不详 那我们希望比如说分数来讲 二分之一这四个字就很有体会 你要让他知道这四个字包含两个动作 分两份再拿一份 那个字又是我有点文言文 所以我们就有比较细致的教学脉络 可以照顾到我们本来担心 比较学不好的小孩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会吸引一些老师 他们要额外花很多备课的时间 那但是他们大概可以挑 比如说一学期可能挑三五个单元 那我学校要上到这里 我可以先上数学想想 先给孩子概念打个基础 那再把课本的当作 因为课本主要是题目嘛 就是拿来当作练习 就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跟课内可以搭配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叫 支点计划 是面向公立学校的老师 就目前有这样七八十个老师在其中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老师啊 如果他想要这个加入这个计划 像说支点计划的意思是说 这些教师这些老师是支点吗 对对就是 其实我们希望 最主要是数学想想当支点 然后老师可以成为孩子学习的支点 就是花一点点力气 然后呢 就是只是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教学 不一样的材料 可是它可以输出得到很大的效果 那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 不管是老师或家长 可以怎么样 就是加入这个支点计划 这样子 支点计划真的是一个公益计划 我们会把书 免费的送到教室里 而且它不分城市跟乡村 因为我们会觉得 只要老师想要改变不一样的教学 都应该可以获得这样的资源 那所以老师们的参加主要是 他得先了解数想 因此我们寒暑假会办研习 就参加过那个研习 目前大概都线上了 刚结束一批 那不会很难 就是大概十来个小时 那参加完了解了 再决定跟人本 就数想合作 那我们就签一学期 一个时间单位的合作 我们会让老师有备课的用书 也会协助老师备课 那另外 每个班上每个孩子呢 都会有一部分的数学想想书 可以一边上 老师听老师讲 然后还可以手上有漂亮的书 可以翻这样子 好那 那这些成本 你们要怎么样去支出 这成本也不小啊 我们是给民众可以赞助吗 或是 是 是 因为我们很希望有小额的捐款 就是 比如说以2500块为一个单位 赞助我们 2500块大概就可以支持 一个小型学校 他要用的一个学期的资源 这样子 不过我们也知道资源很有限 所以主要是小孩的用书 会有一种循环的概念 那整个合起来 目前还有一点资源不够的状况 所以如果谢谢惠文啊 如果大家可以赞助的话就是 其实2500只是一个说法 你要少一点多一点 我们都很感谢这样子 那可以告诉大家 不是 其实不是谢谢我 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热心的很多 因为我相信数学是很多人的创伤 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讲 数学概念不好 你逻辑会不好 你以后 做很多其他事情 就像小芬一开始讲的 很多要参与 要讨论 要思考的事情 你是搞不清楚的 这点是深有所感 我一直是希望 我们大家的生活 是一个比较 可以有好的思辨空间的 所以我对这个活动 是感觉到非常的希望 能够支持 那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要参与这样子 像是不管是要捐款啊 或是有老师们 想要参加这样的培训 是上人本的网站就可以吗 还是有特殊的一个管道呢 对上人本网站 你可以搜寻数学想想 会更直接就直接到数学想想国 就是关于数学想想的各种活动 我们把它称为数学想想国 那里面您可以寻找支点计划 会有一些老师 现场老师使用的心得分享啊 那孩子的回馈啊 以及捐款的资讯 在数学想想的官网搜寻就可以了 是好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或者说你单纯只是想要为你的孩子 找这样一个很棒的辅助教材的话 那自己也可以上网来看看 应该可以购买这样子的课程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暑假的时候大家都在想 怎么样给孩子做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暑假期间 你们也有一些营队哦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因为现在暑假已经 大家觉得快要收尾了 8月还有吗 还有还有一些像小姨先生营啊 然后数学想想活动也还有部分在进行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不过像线上课如果距离比较远 线上课就已经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今天结束 那实体课 所以现在有实体课在进行当中吗 对对有实体课 同步也有实体课在进行对 好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等一下让大家休息一下 再回来请教邱主任 这个淫队 我们刚刚其实有偷问一下 这淫队可不是你送去安清班那样 从早上课拼命的算拼命的备 其实里面蛮有趣的哦 刚才我们同事自己说 好像还蛮有趣的哦 不过他应该已经超过可以参加的年龄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人本教育基金会数学想想研发中心的邱主任邱小芬 暑期可能还有一些数学想想的淫队 那大家想到淫队都觉得说数学的淫队 天哪哦小朋友会不会觉得说 谁要参加暑假的淫队去学数学 可是他其实不是对了 他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很多创意跟思考的 小芬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刚刚有可能有一点没讲清楚 其实确实到八月后面 速想的淫队已经结束 那他会有像小一的新生营 那或者是密室逃脱 就是大概到暑假尾巴想要把握 让他更好玩这样子 那如果是平常的我们学习中的话是有课程 那寒暑假一直都有淫队 那淫队的特色呢都是 首先就是让孩子体会数学是不一样的 跟课本跟他要去做很多练习的这种经验是不一样 所以虽然早上都在上数学 我常常跟送小孩来的家长说 你们能想象一二三四节都是数学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学习方式吗 一个礼拜上四天都数学 那而且小孩可以上得很开心 大概就是每一节课都有 他们都很烧脑 都在听故事 然后想问题这样 那早上是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动脑的活动 下午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 比如社团性就是可以做一些DIY的科学小玩具 或者他们要设计自己的游戏 我们会就等于多一点小组的合作 人际互动这样 带小孩自己可以当摊主 我们就一起摆那个想想园游会之类的 这种摊位 有点像夜市这样 那摊主本身也可以去逛街 所以就拿着想想币去玩他想玩的 同时呢他如果要回来当老板的时候 就要招呼客人 所以是其实这小孩都是来 有些是固定会来参加营队 都会觉得这样的活动好好玩 下午就很像是很甜美的那个配菜 那我们讲早上很精实的那个主菜 会让他们吃的很饱这样子 其实你知道我听小生在讲这个我脑中浮现的画面啊 就是在我们向往的那种古代 就是说例如说有非常启发的那种大师 有没有思想大师 你要说至圣先士也好 他们都是这样 就在围圈有没有 地址围圈席地而坐 然后可能也混零的 那么其实老师们问出来一个问题 都没有一个很刻板或死板的回答 而他很注重学生思考的过程 有没有 然后就大家可以这样子合个言而至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象 然后老师会说你这样想象的话 他又用反问的方式 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个像在哲学年代 就是那种希腊的哲学教师 我们都听到他们很多的对话 那个年代的记录的东西都是对话录 然后包括其实中国古代也是有很多的 你说佛陀跟弟子也是都是用对话录 所以其实那种所谓烧脑 就我所认识的孩子都是非常享受 因为他的思考被正视 就不是说好像等着要猜到一个标准答案 而是老师其实可以跟他就他的思考去讨论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 所以平常也有课程可以参与是吗 所以平常是周末假日或是下午还是傍晚吗 对就是主要是星期三或是星期六这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年龄层 几年级的孩子可以参加 主要是小学一到六年级 那如果是台北的话 我们还有服务到国中 那国中就没有顺点想想 但就是主要让他比较用 同样的思考态度 然后去面对国中课业的挑战 但我们也有开线上课 因为那个是实在一直随着这个疫情来 大家越来越习惯线上 那就会有一些远方的朋友说 我们没办法送啊 那我们可以接受线上 所以礼拜五也有开线上课程 三、六、十体课 然后礼拜五有线上课 这是平常学期中的 对对学期中 OK 那实体课是在台北吗 台北、桃园、台中 还有新竹 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你们现在已经有遍布全国的点了 对都不大 因为我们各地在 睡想国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一个部门 那我们各地有办公室 那就有在数 大概十年前左右就有成立教室 但是都不是很大 所以就是可以让小孩 很多小孩他来上课 不见得是当做来补习 他会觉得来这边很开心 来玩 对来想 这种动脑的玩 那当然不像暑假 因为很密集 那他的感受就会很强烈 还有下午那些好玩甜美的配菜 那来这边就比较单纯的 享受两小时的思考时光 但爸爸妈妈会比较累一点 因为要接送 嗯嗯 不会啊 其实爸爸妈妈如果送出去能够有一天的安宁 已经很轻松了 大家现在真的是在寻觅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暑假一开始就帮大家介绍 暑假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好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上网来找到 最近我们在这个脸书社团就是有个什么抱怨二 抱怨公社 抱怨二公社 里面有一个网友说 他的侄子两个月后就要升高三了 那为了读不读大学的问题跟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而且你知道侄子就是跟父母 就是讲不好就来找其他的长辈诉苦啦 他认为说侄子现阶段是个学生 职责应该就是把书读好 可是他的侄子却说这个念私立大学啊 以后就是背一大笔学贷 然后念完大学之后出来就是要还债 这样子的人生真的是太悲痛了 他还不如高中毕业就去工作 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跟父母跟长辈之间 在沟通生涯规划跟学习的时候 就是你会感觉到某种价值观好像在变化 我想人本对于教育这一端很开放很敏感 然后应该也接触到很多的家长跟学子啊 我们两个可不可以就这个事情来说说看看法 我想请问一下邱主任 像如果你的亲戚朋友 如果是我我来问你我的子子有这种问题的话 你在教育的第一线上接触这么多 你会怎么来看跟思考这个问题 嗯嗯对 所以我想就是如果我们的观念就是跟小孩想的很不一样 那我们就我们有当然有个责任就尽量把我们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人生经历啊 为什么呃你在大学学习很重要 好那呃 这跟你未来你要找工作 真正的观念是什么 而不是说你有大学才能好工作 这叫抽象语言嘛 你可以多讲一点你的故事 你的体会 就是比较认真的跟这个孩子谈 所谓的长辈大人的观点 那但是同时也 另外一面就是要多了解孩子 现在他他可能处在一个比较茫然 或者是处在一个他其实很想 比如说他的某种工作是吸引他真的想要去做 我们要更了解他一点 而比较不是说高中毕业就断掉一定不行 因为这个所谓断掉 现在要接回去的机会是路是很宽的 另外其实另外有所追求 或者是他可能对于大学要上什么 我如果随便考一个学校 那个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科学还要背学代 他就觉得很茫然没有必要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反而是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 我的想法是怎样 就一方面多了解 一方面要把我们这边的想法真的很如实 比较清楚的告诉年轻人这样 是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想到说 很多人现在在网路上面就抛一个这样的问题 然后 就会有一种主流的答案 好像说应该要怎么讲 但是小芬你刚刚说的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空间 让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最需要的是思考的空间 我想这可能也是你们用想想的原因 你刚刚说的那些就包括了很多了解跟协助支持的成分在里面 像也许他真的是有很想做的事情 现在就在眼前有一个机会 也许也许他想要做艺术的工作还是表演的工作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团就愿意招募他也不一定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现在的 他对于学习感到很挫折 所以他觉得他不想再继续去做他不擅长的事情 这就完全不一样 他有一件很想做的事马上要去跟他想要 逃开什么讨厌的事情 你可能需要给他的帮忙是不同的 所以有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谈话 其实阿辉这边小芬我在本节目叫做阿辉 因为我们节目有时候是用台语来主要进行 阿辉这边有时候会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 很多时候就是会问到说小孩子说怎样怎样 今天刚好有我们这想想的主任 你看这就是一种态度 就是你不要马上就预设小孩子怎样怎样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在意的状况就不同 那能不能有这个讨论的空间 大家应该有体会到如果跟我们邱主任一起讲话的话 你会觉得说他是那个气息 就让你让孩子觉得说很可以去表达自己 我们能不能都能够有用种方式跟孩子沟通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记得想要问一下小芬 你会不会觉得孩子的压力很大 就是现在的学子们的压力很大 我常常学生会跟我讲说 凡是年轻人的学生是叫我医生阿姨嘛 他就说阿姨你知道我们现在压力好大 他们现在就是会用很多以前 我们用起来觉得比较庞大的名词啦 可是他会说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然后他说我爸妈妈没有一定要我怎样 可是我自己会很太怕我做不到该做 我说你觉得你该做的事是什么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的压力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做的事是什么 小芬你接触那么多年轻的孩子 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压力是什么 有一种趋势嘛 比方从我学生时代一直参加人本活动 到现在在正式工作 那我们以前办的营队 家长一样有需求啊 要把小孩送去那里 对不对 可是以前是小一就敢放手 就是你就去吧 在外面住宿不是问题 那住宿我们就借学校嘛 那场地也很简单 家长也觉得很好啊 就一个锻炼 这样才会知道家的温暖 那他们其实在外面玩得很野 然后回来也还是觉得家很温暖 但是到现在 那个报名 就会觉得三年级还是很担心说 不行一定都要打手机 每天都要回家报平安 如果没有报平安的话 可能家长还会打来找 就是狂扣 对 就会这样子出现 他不是常态 那就很多 但是这样的个案就会冒出来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 要当义工 到大学生 我们会培养一些大学生当活动员 然后受训什么 有爸爸妈妈帮忙报名的 就是以前的话是自己有空 然后我来参加这个好玩 所以有一些是爸妈帮忙报名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压力 某种程度也是反应父母的压力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生活条件变好 但当然相对我们的生活形态 是一个比较高压的生活形态 比起以前很简单 那现在比较复杂 那高压生活形态 那物质条件又比较好 所以我们会帮小孩安排很多事情 不自觉就把他的空间时间都排满 那看起来学了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很少有让小孩放空 我其实现在变得比较要强调说 让小孩放空做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他比较有机会去更面对自己 更了解自己 或是跟别人碰撞 很近乎懂 但是都是去上这个课 上完了又换那个课 那就变成 其实你要说他去面对比较复杂的东西 或是未知的东西 我可以想象就是那个恐惧感会在心里面 就刚刚阿回说的很穿神 就是那个压力就是 你也不是很知道实质是什么东西 但你就会有一种担心 那就是压力来 如果你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 你就去面对它解决它就好 但你就是想不清楚 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行 或者是掌握不到什么 那我会觉得从小 我刚刚讲的比较远 就是说其实从小让小孩放手 你忍着看他跌倒 忍着看他脏兮兮 然后犯错 那种真实的互动 我觉得是 早一点放手 让孩子去体会 那他 因为以后一定会疯到很多困难 但是他比较不会落在一个 有点比较无能为力的状态 这个你刚刚讲 我想到小时候我们能学的东西 其实蛮有限的 可是现在你光是说小孩子课后可以要让他 我不应该说补习 我应该说要让他涉猎 要让他多涉猎什么 你就觉得选择太多 我不知道小芬怎么样了 我小时候 反正能够补的就是英文 然后猪算 心算 猪算 心算 还有什么 钢琴 就音乐类的 顶多 顶多吧 学个跆拳道 我好像有个同学学跆拳道 如果以小学阶段来讲 不得了 你有学这几样 其中一样已经fancy的不得了了 因为其实没什么可以学 大部分的课后时间 我都是在点阿咖 在跳橡皮筋 然后玩捉迷场 然后跟男生打打闹闹 然后想今天谁跟谁结盟 谁是一国啊 明天要来冲敌谁 就这样子 还有我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一群人想说今天要去店家捣乱 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开冷气 所以我们旁边有一家那个店家 就是很大的羊毛卖场 知名品牌 所以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 夏天就是猜拳书的人带头 咻一下从他的门冲进去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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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到那个小姐来骂人的时候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门 赶快冲出来 如果能够全队脱离的话 这个队长就那天就成功了 可是如果后面有一个孩子被扣住的话 其实队长母鸡没有带好 这种无聊又吃游戏 可是我们今天好像也混得还可以啦 没有补太多 可是现在我在看我的小孩的时候 我真的压力很大 小芬刚刚讲好同理喔 孩子的压力反映了父母的压力 你看你这句话我要学起来 就是都没有责贵负责贝父母 连父母都被同理到 今天我们继续来请教 我们的小芬邱主任 数学想想研发中心的主任 刚才说到这个孩子的需要的空间 还有大人的压力 我们就最后这一段来谈谈 那个小芬你自己好了啦 很多人是觉得教学很麻烦 因为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 你为什么会乐此不疲 我也在想 这可能也有一点特质吧 就是我可以想象 就是对人没兴趣 或对小小孩没兴趣的话 真的不要做教职 所以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更有谈性 应该有很多人是很不喜欢他的工作 那我觉得我喜欢跟小孩玩 应该是从小就可以感觉 像班上我算是比较孤僻的人 但是我如果比如说放学回家 或者是有机会接触 有时候是班上就是觉得 有什么苦恼 我会觉得走在一起 听他讲很开心 或者是他功课问我 会尽量置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我就会觉得这样过程 好像教的人比 就有机会提供点什么人 其实是很幸福的 那所以原来的那种想象就会是 尤其到国中 大家过得比较辛苦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 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我要怎么怎么代班 虽然比较早熟吧 那因为我们以前是升学 其实分化的很厉害 就是A班A++班 那老师还会用成绩分你嘛 那差几分就要教去骂 那我就很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对待人 其实我也看到老师自己很痛苦 所以就是说不开心 没有到痛苦 那现在我知道那个词叫异化 就是他做的事情 跟他这个人是没有连在一起 他并不是那么有感情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他不是由衷的 想要把你学生这样分类分等 他是在一个体制内被迫 老师还给我一句话 我问过老师 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所以我就从对人的兴趣 然后慢慢倒觉得 其实教育要变化 还需要一个团体的力量 就是有点像 类似我们看一个国家地理杂志 这样的一个杂志半个百年 它的累积的影响力是重要的 那我说慢慢就会注意到MGO 民间团体 那所以有机会当人们的义工 那就从义工开始一路加进来 所以很希望大环境 可以有一些拍廊去翻黑帘 去把它撼动 那就现场的教学 就很希望他能够更 就尽量去做不一样 因为传统那套教法 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从很爱教的小孩 慢慢长大变成 想要做教材教法研发的大人 你刚刚说到这个 人本你有兴趣的事情 有两个方向 这个邱主任说 一方面是除弊 这有点像我们上一集 在请到人本在谈的 像狼师啊 或我们有时候知道 有一些校园的暴力啊 这些问题 怎么能够有公平正义 跟开放的去处理 把一些问题 那教育也有一些弊端要除掉 不是只有这种虐待 跟侵犯的事情嘛 他也有一些很不好的教育方法 是会强害一个孩子的身心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 小芬 你觉得在教法 或是教育上面的 弊啦 要除掉的有哪些 我们当然第一个会想说 填鸭式嘛 对不对 那你一定有很多的观察 有哪些是要教法上 教育上要除掉的弊端 要除掉的弊端哦 有一个我们已经除一半失败的 就是说把那个 就是更解放 让老师有比较宽的舞台 所以这一路的课程改革哦 就是比如说 可以选书这种事情 以前我们听到叫一缸多本嘛 对对 课档则是规范了 可是我希望有很多个版本 那我觉得 或者说以台北来讲 甚至市长还带头说 一缸多本选一本 就是直接一直那个 复辟哦 反改革的力量一直拉 所以其实一缸多本 至少在国中国小 是叫做虚有其表 因为那个 都是首先都是参考书商 当那个教科书商嘛 因为他们资本雄厚 那这样造成 编出来的书哦 就会趋同 就是 这个大的人他这样编 那其他老师给建议 他们就尽量修的跟他一样 而且呢 大家害怕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台湾 就是长期管制教育的一个 B端 就会觉得 他如果我A版本跟B版本 他的进度变化差很多 那小孩转学怎么办 我以前看到报纸这样写 我会觉得很好笑 是有几个人要转学 对就是害怕那个什么 就是考试的时候吧 机测啦 会考啦 然后我们学的不一样怎么办 会不会输人家 大家就担心这个吧 对 可是但其实因为那个只是先后内容 或者是教学手法的调整 但是对于会考要考的范围 其实还是就是那一些不会超过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去翻教科书历史 刚开始国中就曾经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 那个三个版本是差很多 我印象南一版差最多 但很快就被同意江湖 因为那阵子吵得很凶 我可以想象后面是 后面是那个补习班 因为补习班他如果跨几个学校 选不同版本 他就没有办法让学生 对 对 那学工业的炒作一直在叫 预改革式 可以 一个是拉后腿的力量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种 教材他真的没有办法 吸引比较好的编辑者 书商去编 然后课纲再怎么编 基本上蛮换汤不换药的 这件事情就是蛮遗憾 所以 不过这个币是要长时间除的 那一缸多本的好处 你可以再多说一些吗 让老师可能有不同的教材教本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有个版本 他也许他就是比较重视 他把概念都整理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所谓传统的编得很好的书好了 那也许有个版本就像树翔这样 他觉得说 我就算他叫你背惩罚表 那我会以 你在惩罚表看到什么规律 比如说久的惩罚很有规则 那十位一直减 各位一直加 那我们就以思考这个规则来带小孩去背 99惩罚表 那同样是要背哦 那有一种方法是比较 我们现在假如讲比较好听 叫执行力 就是那我就请你在很短时间 虽然是猛背猛背 可是你就掌握到那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要绕比较远路 但是呢 你多一点灵活的头脑创造力 那这时候就摆在那里 你说 那我就要看我的老师决定我小孩命运 不然呢 不过你这两年会遇到这个老师 再两年又遇到不一样的老师 所以我们希望说 因为老师也是不一样的 教材也应该是要不一样 这样比较可以让小孩子 比较多的选择 现在目前一统的状况就是 对我来讲四个字 这样比较重一点 叫做法善可成 就是那课本 距离离想还很远 我说真的 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家长 我看孩子的课本 有一些地方 如果跟我们当年比 你当然是觉得喜悦 但是比较是思考工作者来讲 我真的是觉得同意你说的啦 还有很多可以就更好的地方 那刚才你讲到这个 我想再多问一下 这实在太有趣了 就是我们会很害怕不一样 这个是台湾特有的一种文化 或者我们的历史造成的结果吗 还是说小妹有没有研究过 其他国家的 例如小学教育 他们的课本 也是都很多版本吗 还是说他们也会怕不同 这是我们特色吗 我大概听过像美国 他们比较本来各州就不一样 那应该是书商提供的 就是都有大型书商嘛 那因为可能他市场很大 他确实书商也很多 所以老师相对的选择就多了 那但是有没有很好很厉害 这就很难讲 但是总之 我的认为是没有开放那个市场 没有去鼓励那市场多元 你就看不到好的的机会 因为曾经我们开放之后 不是又拉回不编本吗 对对 那不编本就是 那个思维就是全国要 还是要统一版本 只是他不敢 时代之下不敢统一 然后 那我们自己绑手绑脚的 就是学校还是会希望 比如说考试 三个班 假如一个学校三个班 三个班还是要统一的考卷 这都有点 我可以想象那个为难 就是因为就算学校要开放 就老师有 其实法令规定 老师怎么教就可以怎么评量 平常的那个校内的考试 应该是有自主评量的 老师有这个自主评量的权利 但通常因为这很麻烦 所以大部分老师还是愿意联合出题 但既然有开放这个 如果真的要去做 谁会反对呢 我可以想象家长会担心 但这个是经过沟通说服 就可以的 那我听过的例子 还有老师同侪会反对 就三个班 有一个老师说 我愿意配合你们联合命题 因为这样 本来是三 就是三个人轮嘛 不会因为我自己要单独 他都愿意多做 说我配合联合命题 我像以前那样出题 但是我希望比如国语科 我要自己出题 被反对 就是被很有分量的资深老师反对 我可以想象那种情况 我可以想象那种情况 所以我时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再来深入探讨 一整个关于这个课纲 还有教材的这个演变 就看有没有机会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 你自己在教育 不管是做老师的 还是做家长的 还是纯粹你是研究教育的 对现在这些我们的改革 还有改到一半退回去 绕来绕去的 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看法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有YouTube 还有Podcast 都可以有留言的管道 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边 最后抛给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也很害怕孩子 在教育的路上跟别人 吃到的东西 有一丝一毫的不同 那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恐惧跟焦虑的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从这里打看 你会跟我们一样 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你自己 内心那个 没有机会好好被安抚的小孩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邱小芬主任 来跟我们带来 这么多启发式的想法 谢谢 祝福大家 祝福小芬 谢谢大家 谢谢惠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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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